旁邊隊有希望了 王健民也要加油 王健民現在已經恢復牛棚練頭 所以有投手該做的正常訓練 也開始加強 今天他進行了手臂練習 還有打擊訓練 尤其在國聯 投手是必須要上場打擊的情況之下 王健民也已經不再只觸及練習 而是跟其他人一樣開始揮大棒 拎著球棒走進球場 旅美投手王健民要展開一天的訓練 不過這次不進牛棚 而是有了新功課 王健民經過長時間的復健 身體狀況相當不錯 投球上可以進牛棚練頭 代表手臂和肩膀肌耐力 恢復到一定水準 球團為了讓王健民更進入狀況 開了新課程表 投手手臂練習是重點之一 這是投手的必修課 不僅練手臂動作 更可以增進投手在跑動間的動作協調性 不論在一雷補位 或是投手前滾地球 王健民都能應付自如 不過對國聯投手來說 光是會投球手臂還不足夠 打擊也很重要 正美聯王健民只需要練練觸擊 轉向國聯王健民就得練習揮大棒 從之前練習揮棒打擊主 到現在上場面對投手為球練打 王健民打擊技巧有進步 練習完還開心的和隊友擊掌 顯然這次練習的成果不錯 投球打擊雙短擊下 國民球團對王健民期待顯而易見 而王健民越來越進入狀況 對未來付出也更加有信心 民視新聞李玉敏 美國佛羅里達採訪報導